你 不行 不给 不行 你心跳好快 这一刻你是喜欢我的吧 发不出恋爱讯号 我的幽默也刚好不粗制烂糟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戒不掉 你温柔可爱的撒娇 你怕我受不了 其实我早已无可救了 我们的频道最绝刚刚好 别人无法干扰 不飞走 不速逃 每一招有很重要 心跳好快 成立 你还是很有天赋的嘛 气氛刚刚好 人家好像没有拒绝你嘛 我深深地怀疑你根本就没有讨过恋爱 就在你们刚刚四目相对的时候 你要是想确认他的感情 你就应该吻下去 如果他拒绝你了 就证明你还需要努力 如果他接受了 你们才能进行下一步 你看你都做了什么 我没谈过恋爱 你开什么玩笑 我在国外撩妹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拜托 我就是你 你在跟我装什么装 我敢保证 我敢保证 他明天早上 肯定会骄秀地看着我 然后呢 然后叫我的名字 许多尾 我挨处 你能不能争 cheesy 你不能争取 你不争取 你y Angela 我是李小姐 我搭门 android 我眷不乘了 你啊 你送女朋友上班 钥匙在我这儿 这样会不会感觉自然一点 程总 你这样影响我驾驶安全 我在你旁边 你确实内心会紧张 脸红心跳 的确不太安全 我这个事情 就是 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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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度 老粉们给解释一下吧 这不是给你们参观一下 我的工作环境吗 对的 我在玉美玲工作 老品牌了 有没有唤醒你们一丢丢的回忆 我是少男 不是大叔好不好 我的天啊 你们太幸运了 让你们看到了我的老板 你们真的是超级幸运 是不是超级帅 光看这个背影就让人浮想连篇呢 来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同事 你干吗呢 来跟我的粉丝打个招呼 太 漂亮吗 不 其实他是我们公司最难看的一个 好了 我介绍完我的工作环境 接下来要进入我的私人领域了 这个味道好熟悉 这人终于干点正事了 他之前不是打赌说风卖拜年吗 怎么解禁了 他呀 他号称说 解禁的时候就给咱们公司做网推 但他不是主要做彩妆的吗 所以说呀 这人带货能力不行啊 还特别乐瑟 觉得能带着我们公司销料似的 你看看看看 让我看一下 对 就是妈妈的味道 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素人改造 然后随便调办公室的姑娘现场卸妆 然后再给她们化妆造型 你们等一会儿我哦 干嘛去呀 干嘛 回来 都被你现场卸妆吓跑了 五分钟之内 你们要是找不回来一个姑娘 你们其中一个人就要被我化女装 喂 王总 对对对 我今天下午有空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卸妆环节了 那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女主角 到底是谁呢 我们的女主角她 拜拜 拜拜 哎呦 你要再不来我都要哭了 刚刚那都是直播事故了 从来都没这么失败过 不是 主要我一想 那这办公室里的男性 都要被你化妆 还不如我卸妆 玄玄 你真好 你放开她 我跟我的姑娘拥抱你激动什么呀 对吧 寻寻 这是办公室 寻寻都没说什么 好 好了 好了 抱一下 抱一下 没事 抱 那我也要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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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总 我就不进去了 我在车里等你吧 不行 你必须陪我去 我 这 我不是说你的 你不忘啊 你我的老弟 我不能拒绝 你你不忘了 你不是不是 你没办公室 你不忘了 那我希望ên你 你不忘了 我不太 你们人 要不早 你妻 我是不不同的 ified 你想怎么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喊最大声的 你 二百 其余的人 一人一百 以后这种活多找我们 这比当曲演舒服多了 还演员呢 戏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自然 谢谢 满意吗 满意 满意 下次我带她来 你过安排好了 有那种肤白帽的 大长腿的 这个剧本太夸张了 你不懂女人 弱水三千 我只许她一票 那种成就感才是满满的 那你换个地儿啊 上次人家不没同意吗 你还来求场啊 上次她心动了 我得让她记住那种心动的感觉 演技挺好啊 什么演技啊 你说呢 你干嘛说出来啊 讨厌 你 你干什么 我脱衣服啊 我要换衣服 打球出那么多汗 你不怕我感冒啊 那 你也别 脱这么多了 你可以选择不看啊 俊勋 能不能中午赏脸 跟我一起吃个午饭啊 我跟小剧约好了 要不然一起吧 好吧好吧 本来想跟你共同二人世界的 什么二人世界 没什么 学区你想吃什么呀 我不吃猪肉 没问你 要不鱼肉吧 那来个三文鱼 再来个烤鰻鱼 好 你能吃辣吧 可以 再来个水煮鱼 好的 就这些 城里中午有约 没叫你一起去啊 他去总公司了 能带我吗 楼下进入公司的 社内恋爱可甜蜜了 我问你妈 你们能不能接受和同事谈恋爱 当然可以了 就是那种明明是同事关系 甚至可能是上下级 突然恋爱了 会不会分不清工作还有感情啊 也不知道是工作上的依赖呢 还是真的男女感情 我觉得确认感情这件事 跟工作没有太大关系吧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 想必会把情绪带到工作里 到时候势必会有影响吧 所以很多大的公司 都不允许内部谈恋爱的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难不成在公司遇到喜欢的人 就这样错过呀 也不是了 如果我喜欢的人在公司 我们俩确定关系之后 我觉得我的收入 应该可以养活起她 到时候她可以选择辞职回家 好好享受 但如果她觉得工作重要 我就换个公司 大不了就是抛弃成立罢了 太难了 我去个洗手间啊 好 小婧 我感觉我好像恋爱了 喝 喝 那你可能马上就要失恋了 你不觉得寻寻喜欢我吗 大白天呢 你做什么梦呢 我跟寻寻啊 之前有很多彼此的小秘密 这是最基本的信任 虽然我经常挤的她 对她不好 但是她总能如沐春风一般对我 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 最重要的是 你不觉得她在试探我吗 上下集恋情 办公室恋爱 这不就是说的我们俩吗 你这个脑洞啊 可以去当编剧了 我以前觉得寻寻其实挺好的 就是需要我的保护罢了 但是她如今这么试探我 我不能再作意代弊了 我要向她表白 我敢保证 令寻这会儿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就是去吃了个饭 我也没迟到啊 为什么跟麦克单独吃饭 你们关系很好吗 我 我没有单独跟他吃饭 还有包小镜呢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你出去吧 嗯 对了 公司今年都没怎么团建过 晚上一会儿吃个饭吧 你们平时聚餐也是这样吗 平时吃饭真不这样 你本来是正确的 瞧给我们孩子都吓坏了 那你们该怎样就怎样 越热闹越好 只当我不存在 我去下洗手间 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干杯 多吃点这个 对皮肤好 嗯这个好吃 其实不用勉强的 我可以送你回去啊 你怎么突然出来了 情绪好好热闹啊 我老板都吃不下 我也坐不住吧 走 吃 我敞开来吃 程总 周全 你怎么来了 程总说我是公司的法律顾问 要参加公司的团建 程总 这家餐厅选得好啊 再来一局再来一局 我来这儿 再来再来再来 来 徐徐徐 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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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徐选个大冒险吧 大冒险 给 大冒险 我看看 我 选择你左右其中一名男生 深情对峙十秒钟 快选快选 对峙 对峙 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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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跟你对视十秒钟吧 这张牌去掉 不是同时多尴尬 令轩把这杯酒喝了就算过了 真没劲 唉 好了好了 去点吧 听老板的 唉不行啊 再来一局嘛 再来一局吧 再来一局吧 那我们再来吧 老板 该你了 程总 选什么 这张牌还能再拿回来吗 不能 我选真心画吧 给 你喜欢的人在现场吗 四 那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都有机会成为老板娘 来来来 大家喝一个喝一个 喝一个 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 那家店的蛋糕 草莓味的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登记表上你写的是身份证的生日 但是我看了周全的朋友圈 你每年过生日都是在这一天 都在那家餐厅过生日 你还看了周全的朋友圈 对啊 商量的朋友圈对我不可见的 所以 今天什么聚餐啊团建都是假的 你就是想让大家陪我过个热闹的生日 所以周全也来了对吗 嗯 今年是你一个人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不想让你觉得跟过去有什么区别 如果有区别 那也是你的身边会有更多人爱你 陪着你 你的生活里必须有我 像什么跟别的男人出去吃饭 绝对不可以有 除了你 谁会去翻周全的朋友圈啊 别人更不会知道我的生日了 麦克也不会知道啊 如果他是今天 第一个陪你过生日的人 我肯定会想开掉他 做我女朋友吧 我想光明正大地照顾你 爱你 我想在今天那个场合告诉所有人 我喜欢的人在场 他就另寻寻 如果你竟然还拒绝我 我会一直表白你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 你再寻找他 我听说 hier 你太做了 什么 我只是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有点过了 是否有点过了 因为之前你是我的助理 现在你是我的女朋友啊 昨天是你强吻我的 你怎么不算 可你有回应啊 你也主动亲我了 感觉还蛮享受的 我只是想帮你确认一下 这晚没有错 坐下 吃饭 我应该是尽量的 我肯定要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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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的 周律师 他不会去你家了 他要跟他男朋友一起住 成立 你给我拿过来 你给我 男朋友 这两个家伙 终于在一起了 这种八卦的时刻 要和会以往分享 都不接电话 真是犯人了 随便 随便 包小婧人呢 还没到呢 怎么了 有急事找我呀 让他帮我买点东西 买什么呀 我去呗 你跟我一样 不太合适 必须得包小婧去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就不相信了 有什么事 只有包小婧她能办到 我办不到的 今儿这事我必须帮你办了 买卫生机 你用啊 不是我 寻一寻 那我一会儿让包小婧去给你买啊 成立也叫她寻一寻 你怎么才来啊 我找你半天 找我干吗 成立让你去帮她买包卫生巾 成立买卫生巾干嘛 哎呀 是成立要帮令寻寻买啊 我的天 成立帮寻寻买卫生巾 那么吃惊干嘛呀 没人帮你买过来 有啊 我爸 我妈 我闺蜜 我男友 你还有男友呢 其男友不行吗 嗯 其男友 哎呀 那你说一个男人帮一个女人买卫生巾 还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嘛 你想撩我呀 我考虑一下吧 哼 想挺美 嗯 哼 啊 多少钱啊 啊 稍等我给你扫一下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一直关机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周虞 你看我这样写结案报告行吗 哦 你发封邮件给我 我看一下 嗯 嗯 好 你先走吧 程总 哎 周全 你怎么来了 啊 会以往失踪了 手机一直关机 你不知道吗 会以往因为上次皮特的事情 被调回总公司述职去了 什么时候啊 昨天 去多久啊 不知道 据说是强调 他 为什么我是最后知道的人啊 啊 我走了 气气愧愧的 嗯 程丽 你 哎 程总 这个忘给 ABC汉方纯棉卫生巾 五大汉方植物精粹 对生理器的养护非常好嘛 程丽也可以啊 关系起来人来挺有一套的嘛 这个啊 走 嗯 嗯 哎 哎 哎 小静 这花是谁的呀 不知道啊我也刚过来 嗯 可能是我的吧 不可能是你的 今天没人给你送花啊 拖放全台了肯定是包小静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有人约我呗 还有人约你呢 是 我去一天 那我帮你去 那个 今天打球打太久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们去湖边溜达一会儿吧 怎么你不想回家啊 想跟你溜达一会儿嘛 你这么说好像 回家就分开始的 那你在你的房间 我在我的房间 能在一起当然好啊 可是我又怕自己胡思乱想 程丽 你又来 我就喜欢您狠狠地叫我的名字 走 我 不是 我 这是你写的 怎么在你手里啊 花呢 花我放公司了 不是 还真你写的 花是我买的 但不是送给你的 我去 这真你送给熊云姐的 我可真倒霉 让你给结糊了 你是不是偷偷把千收当给藏起来了 你说说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能让我成全你这一幕 你说的 你这一幕 找个合适的契机表白 就是今天啊 你受刺激了吧你 被老板刺激了 你没觉得他们俩有一腿吗 这眼睛呢 不好使 就留给有需要的人 你说你多迟钝呀 这老板早就 寻音长寻音短的叫上了 你才发现啊 昨天我就觉得不对劲 这成立说是去团建的 我觉得她就是请寻音姐吃饭的 而且啊 昨天肯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怎么不进去啊 车都停好了 想等你一起啊 你怎么了 我 花粉过敏 可是你看到包小青 说到花的时候 不是挺开心的吗 我是挺喜欢花的 但是 我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 离近了不行的 我也挺失落的 怎么就没想到送你花呢 还得让你看见别的女孩子 说到花开心的样子 羡慕嫉妒呢 所以 你刚刚一直不愿意回家 是为了准备这个吗 只要你喜欢 我就给你最好最多的 谢谢你 这儿花太多了 我觉得我得出去一下 那我先送你去周群下待着吧 明天我叫人把话处理了 你再回来 我真的越来越不像个好处理了 你就享受 当好女朋友的感受就好了 崇利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啊 你越这样我压力越大 好点了吗 只要离开那个房间就好多了 反正也没那么严重 想看电影吗 我已经一年多没去电影院了 我已经十年没有去过电影院了 电影院那种黑暗程度也不可以吗 可我真的很想去试一试 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感觉 对 你可以陪我去吗 嗯 好吧 但是 你如果受不了就马上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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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了 啊 啊 啊 有一个又帅又喜欢我的男生在我身边 我脸红心跳的 难有心思看电影 还是没能陪你看完电影 如果想进电影院的话呢 那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陪着你 如果说你想看电影的话 可以在家里投平看 我连陪自己女朋友看电影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是不是很失望 我连接受男朋友送花的心意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会不会也很失望 等一下 你是说 我是你男朋友了 你承认了 我有吗 我不记得了 放我下了 你放我下了 快 有人 有人 快 我不放 我抱我自己女朋友 他们管得着吗 我有女朋友 我显摆他们管得着吗 好了 好了 放我下来 快点 快点 那既然确认我们谈恋爱的话 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讲的 你说 在公司千万不要公开电影 他们会感觉出来的 如果不公开的话 大家还可以装一装 如果公开的话 其他同事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了 好 还有 我先是你的助理 然后才是你的女朋友 工作关系大于恋爱关系 如果工作上有什么冲突的话 我会辞职的 那我们就 平衡感情和工作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要轻易地辞职好吗 我需要你 我也需要独立 我不想从一个男人身边 走动 不是 好好won 看看 我 只是剩下笑话 我 要求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一 读得关照 的男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